大家好 我是李慧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29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3月1号星期五 今天要谈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关于秦刚辞职辞去联大代表职务这个消息 传出之后又有消息显示秦刚的问题似乎不大 而且出事的原因很有意思 说是傅小田举报的 第二部分是关于台湾金门帆船事件 两岸已经是第十次谈崩了 那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第三部分是关于两名中共间谍夫妻被加拿大解雇的情况 他们作案的细节现在已经被曝光出来了 昨天网上开始流传关于秦刚小道消息 看起来像是两个 但内容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秦刚的内部通报对他是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既大过 据说已经是传达到了副军级 通报的内容有些令人意外 就是他养情妇和私生子的这个情况 但是有些狗血的是 消息说是傅小田举报了秦刚 据说这个消息来源是来自墙内 报料人表示自己有一位副军级高官的亲戚 27号听了军队系统内部传达的 关于秦刚案处理情况 据说目前已经传达到了副军级 副军级相当于地方上的正厅局级的干部 也就是说秦刚的这个消息是限制在了 厅局级以上在传达 也没有体制内高层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进行核实 所以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证实 如果有知情的朋友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下讯息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如果秦刚仅仅是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级大过 其实用不着把秦刚藏起来这么长时间 让他的央视露个面 那外界所有的差异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至于通报中的情况 在我看来可信性不太高 网络消息表示秦刚被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级大过 原因是有几个方面 第一 秦刚在婚内与傅小田发生不轮 并且代孕生子 在早前的节目中我就分析过 没有婚外情和私生子的官员 根本就不是合格的中共党官 如果有这样的官员的话 那中共可以将他直接开除出党了 从毛德东开始 大家知道中共官员就在公开搞女人 尤其是现在成了中共高官的标配了 那现在还有后浪拍前浪的趋势 像张高丽退位之后搞起了宇宙很大很大 传闻金上也有六个之多 而且被处死的那个前中共官员赖小民 有100多个情妇 就说这种事在中共官员当中 根本就不算事 如果哪个中共高官没有女人 那才叫奇怪呢 第二 消息中表示 秦刚曾协助傅小田的外国男友处理合同纠纷未成 傅小田有没有外国男友呢 外界并不清楚 即使有也不新鲜 秦刚利用自己的关系 帮傅小田外国男友处理合同纠纷 这在中共统治的中国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且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那现在这也成了秦刚的罪名之一了 第三 秦刚帮助傅小田采访外国政要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是这更算不上什么罪名了 傅小田采访外国政要 不正是中共需要的吗 中共不是一直在豢养这样的燕子吗 比如2016年5月 傅小田曾采访过时任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之后就成功的拿下了这位犹太裔富豪 再比如之前的央视花旦杨兰 采访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之后也是成功飞上了洛大使的床头等等 这些都是党国有意搞的燕子外交 是中共渗透外国高层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秦刚帮助傅小田采访外国政要 不正是在执行党的政策路线吗 怎么就成了罪名了呢 第四 秦刚与傅小田代孕生子 在2022年11月生下了傅某某 秦刚不同意儿子入美籍 并且中断了与傅小田的联系 随后傅小田给傅某某入了美籍 根据傅小田的微博 我们知道他们的儿子英文名字叫Erkin 这个傅某某显然是中文名字了 并且是随着傅小田的姓 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 在美国生下的孩子是自动就拥有美国国籍的 傅小田在美国代孕生子 不是跟秦刚商量好的吗 秦刚为什么又不同意呢 如果不同意为什么在美国代孕生子呢 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大陆去代孕生子呢 显然这里是说不通的 更说不通的是下面 消息称傅小田给儿子入了美籍之后 5月向中纪委举报了秦刚 然后秦刚在6月被审查 7月被处分 我这里插入一点最新的消息 我今天想再次去查看傅小田的微博 发现了他的账号 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注销了 根本就搜索不到任何消息 而且关于傅小田的内容 现在网络上也非常少 但是根据我们此前对傅小田的微博截图 他最后发出的帖子是在4月11号 他的那个帖子中表示 一年前乘专机是飞往华盛顿采访秦刚 一年后再度登上同一家专机 而且这次有了儿子Erkin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当时我们查证了一下 傅小田在发挥这个帖子之后 在阿拉斯加曾有一次转机 转机过程当中 他在推特上也发了一个帖子 随后就失去了任何消息 后来又有网友查证 通过飞行雷达24追踪飞机的去向发现 傅小田乘坐的那架豪华弯流大飞机 是去了中国 从傅小田的帖子内容判断 他是满心欢喜的带着儿子奔向了前方 根据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这个前方通常是寓意美好的 秦刚当时已经是升任了中共外长 并且已经晋升到了富国级 对傅小田和Erkin来说 这当然是美好的前程 燕子飞累了找个安乐窝欺身 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 习近平当时眼中的红褶 秦刚正是傅小田的理想人选 他怎么可能将秦郎哥举报给中纪委呢 在去年追踪秦刚傅小田事件的时候 就有网友当时向我爆料 傅小田随那架豪华弯流飞机 飞到了北京之后 一下飞机就被中共的国安给带走了 从那之后傅小田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那现在传出傅小田在5月举报秦刚这个消息 还可信吗 说到这里呢 请大家稍稍的修整一下 我向您推荐一下印记化妆品 韩国的雪花秀六件套 已经是春天了 很多人会皮肤干燥 昨天我就向大家推荐了这款 女士使用的雪花秀六件套 之后啊 有不少朋友是购买了 但是呢 也有网友问我 说有没有男士用的雪花秀呢 有 您进入到蓝莓优品网站之后 搜索一下雪花秀男士本润基础套装六件套 就可以找到了 具体的详细情况呢 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网址链接 进入到蓝莓优品去购买 我们接着来说一点金门事件的最新情况 当地时间 今天晚上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与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进行了会面 宋涛对民进党是进行了批评 声称民进党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导致两名渔民遇难草菅人命冷漠无情 宋涛声称两岸形势复杂严峻 民进党坚持对抗思维损害两岸关系 他扬言中共对台湾方面 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 绝不容忍等等 宋涛一口一个 民进党如何如何 并没有说台湾的这个执政党台湾当局 其实民进党这是一个执政党 那么如果换成国民党或者换成民众党 宋涛还会说国民党民众党吗 我相信可能会有变化 对于中共官员这么张牙舞爪的作态 其实外界可以想见 但是夏立严的这个表态 就有些让台湾人没有办法理解了 包括我也不能理解 他表示国民党永远会秉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 还表示盼望延续过去 国共两党合作友好的关系 为两岸和平做贡献 夏立严先生应该比我年龄大一些 尤其是作为国民党的高层官员 他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段历史 国民党就是轻信了共产党的谎言 搞了所谓的国共合作 中共才得以悄悄的发展壮大 如果没有当时的那个国共合作 国民党也不会退守到台湾 当年蒋公在日记中就记载 中共是欺骗的是不可信的 到了后来蒋经国时期 也提出了三步的反共政策 对待中共的态度就是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讲总统传递的信息都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历史的教训太沉痛了 但是副主席夏立严先生 代表国民党向中共明确表示 盼望国共合作 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话来形容 真的让我无语了 随后夏立严还表示 国民党对金门事件非常遗憾 会敦促监督民进党政府 妥善处理此次事件 国民党会通过立法院的机制 以及全民力量实现这个做法 夏立严先生说的非常明白 会让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 韩国瑜和副院长江启臣 来挟持台湾当局 也就是说 韩国瑜和江启臣会对台湾当局撤走 进行政治胁迫 而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达成国共合作 换句话说 为了让中共方面高兴 国民党可以让韩国瑜 江启臣无理的胁迫执政当局 必须给中共一个说法 让中共满意 本来在两岸局势紧张 中共无理挑衅之下访问大陆 就已经有奴言蔽习的嫌疑了 夏立严先生还代表国民党 盼望国共合作 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听了这些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三个字 简直了 那四名越界进入金门水域的渔民 已经被网友给挖出来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有中共官方视频证明 他们是中共军队的士兵 两名生还者之一 就是那个头发稍短 有些花白的中年男子 他是中共南部战区某部的一级军事长 前长深海25年的陈祖军 有名有姓 有视频有真相 正因如此 在跟中共方面的多次交涉当中 台湾方面并没有无理退让 因为这种是非分明之下 你还一味退让的话 并不是意味着善良 而是没有脊梁的软弱表现 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说 那是软骨病 台湾媒体报道 金门事件之后 两岸在今天 举行了第十次的闭门会议 但是像是又谈崩了 台湾方面表示 没有计划书面道歉 据报道 今天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50分钟 双方之后 离场的时候都是面色凝重 对是否签署书面文件 与抚慰金等问题 都是避而不答 报道表示 经过九次的没有共识的会议 中共方面疲累之下 已经有所软化了 中共方面从最初要求公开道歉 改为要求台湾海巡署 做书面道歉 但是在事实面前 台湾仍然没有接受 这个无理的要求 海巡署在今天表示 客观调查证据显示 海巡署是在依法执行职务 发生翻覆与死亡状况 海巡署没有书师与责任 因此没有书面道歉的规划 因为没有书师和责任 所以台湾海巡署不做书面道歉 这是对中共狠狠的回击 相信未来两岸还会继续谈 直到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是估计很难想象 台湾当局会做出什么退让 一方面是台湾没有执法过错和责任 没有理由退让 另一方面如果这次无原则的退让了 会被中共认为软弱可期 可能会变本加厉的对台湾进行霸凌 所以我们要看看中共怎么收这个场 看看接下来中共还怎么耍这个流氓 当然了也要看看国民党 怎么挽回丢失的颜面 如果国民党一直是这种 亲共媚贵共的立场 一直这样去处理两个关系的话 那对国民党我认为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台湾民众都反感中共 反对跟中共拉拉扯扯 头怀纵抱 这样下去的话 国民党未来会不会执政 已经不用去多想了 甚至让人怀疑 这个百年大党最终会不会逐渐走向没落呢 说了这个消息 我们再来说另外的消息 湖南长沙的陈先生向大纪元透露 中共正在全国范围内销毁疫情的全部资料 陈先生的一位朋友是当地医院的领导 他告诉陈先生 政府要求全国的这些卫生部门销毁一切 跟新冠相关的资料 陈先生表示 只要跟新冠疫情相关 全部都要销毁 包括整个过程的信息 打新冠疫苗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要销毁 一点不能留 电脑资料要全部删掉 还有中共核酸检测的记录 以及整个抗疫过程中 政府一些出洋相的东西全部要销毁 这是全国性的千真万确的 陈先生说 当局就是要抹掉这段历史 让未来的后人不会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就像毛泽东当年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 不留给历史 所以现在看来 中共又要篡改历史了 试图抹掉他对世界荼毒的记忆 但是这么做就能够彻底消除记忆吗 会不会有人悄悄的将各种信息 各种资料给保存下来 作为中共的罪证呢 假如到了审判中共和中共官员的那一天的话 这就是中共反人类实施群体灭绝的 如山的铁证 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有心人 收集整理并且保存好这些资料的 这件事其实又反映出了中共的邪恶 做了坏事之后不仅不认错 反而要篡改历史销毁罪证 但是这种努力最终会是徒劳的 正所谓误过留痕 只要做过了 那就一定会有记忆的 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被曝光出来 所有参与作恶的人迟早都会被清算的 就像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件事 昨天下午 加拿大政府公布了一份安全情报局的评估报告 报告中曝光了被加拿大顶级传染病实验室 解雇的科学家 故意与中共政府共享科学信息 以及数百份秋香果陈克定 被神秘解雇的其他文件 秋香果和陈克定 这是两夫妻 以前他们都是位于加拿大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 华裔科学家 2019年7月 他们被逐出了实验室 2021年的1月 实验室将这对夫妻又解雇了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这两人是涉及与中共人员秘密会面 向中共提供了机密科学讯息 对加拿大经济安全构成了真实的威胁 换句简单的说法 秋香果陈克定夫妇就是 中共的间谍替中共盗取了加拿大的科技资料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提交给国会的文件中披露 秋香果与多个与中共管理和资助的机构 有着深厚的合作关系 并且借着转让科学知识和材料 使中共和他本人获益 但是接受调查期间 被问到与中共的关系的时候 他却不断撒谎 拒绝承认参与多项中共的计划 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文件 秋香果与中共的多个机构 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 有意将科学知识和材料转移给中共 不考虑对它的雇主和加拿大利益的影响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国家安全部门 在2018年9月就被告知 秋香果是一项中共专利的发明人 但是那个专利可能包含着 温尼伯的加拿大人类和动物健康科学中心 生产的科学信息 随后还发现 秋香果在没有获得必要授权的情况下 分享了科学数据 并且将敏感的材料运送到了实验室之外 包括将抗体送到中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研究院 以及其他一些到英国和美国进行检测 秋香果还承认 通过谷歌邮箱和雅虎的个人电子邮件 向研究人员发送了几封电子邮件 那些邮箱都不是他的个人公司账户 至于乘客定不仅使用个人的电子邮件账户 和未经授权的外部驱动器来处理政府事务 而且还违反了他所监管的学生的安全政策 让他们通过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访问科学网络 安全部门还发现 乘客定允许学生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 独立的在实验室工作 并且在2018年10月 至少两次没有阻止他们不当移除实验室材料 报告中表示 秋香果和陈克定在中共商业银行 有一个没有公开的银行账户 秋香果曾进行与中共军队有关联的研究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得出的结论是 在2018年到2022年 中共千人计划之下 秋香果从河北医科大学得到了大约120万加元的报酬 秋香果把加拿大这个高度安全级别的温尼勃实验室 当作了帮助中共提高对抗高致病性病原体能力的基地 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他还向中共提供了埃巴拉病毒基因序列 为中共打开了便利之门 此外秋香果还把在曼尼托巴大学学习的中共研究生和博士生 引入了四级实验室 这个四级实验室内配备了处理世界上最危险病毒的设备 这个实验室对所有工作人员和访客都有着严格规定 但是秋香果却将中共研究生带进了实验室 目前不清楚那些中共的学生是如何获得安全许可进入实验室的 加拿大方面目前没有公开秋香果陈科定夫妇的下落 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被加拿大安全部门送去了 他们应该去的那些地方 但是这种为了一己私利 配合中共毒害全人类生命安全的人 如果不在加拿大的监狱里 估计可能也只有罗刹国会收留他们了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同时加按小铃铛 当然我也希望您把我的频道能够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我们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那我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 这是我长期合作的网站 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我向您推荐的雪花秀六件套 还有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伯乐亚粉等等 Nitromia的系列产品 以及亚什兰带小松瓶 KG五件套 还有各种茶叶茶具 其他的化妆品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 价格也是全网最低的 我希望大家把蓝莓优品这个网址保存下来 也记住我给您的折扣码 XWKD 这样您以后购物就会方便 也会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